总理杜鲁多的国家安全顾问表示 联邦政府正在准备 应对计划于明年2月份举行的新自由车队抗议活动 而早前自由车队的律师 就获批准获得联邦政府一些未经删减的文件 发布全报道 在联邦政府使用紧急法 以应对早前于阿泰华的自由车队示威活动的聆讯上 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表示 当局知道第二次车队抗议活动已经正在筹备中 而负责安全及情报的内閣助理 被孙默克堂已召开会议讨论应对工作 托马斯说 政府从去年冬天的车队抗议活动中取了一些教训 并提到了这场抗议活动产生了两个问题 包括一些有意识形态的暴力极端分子所构成的威胁 以及政府如何理解公开来源的国内情报 托马斯形容政府低估了这些问题 并要认真对待 另外 自由车队组织者的律师赢得了他们在聆讯中 申请要求获得20份未编辑版本文件 法庭表示 联邦政府已经同意发放未经编辑的文件 包括总理办公室的书面筆记和文字交流等等 等 嗯